笑笑童话剧场,小木耳其预计 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住着一名善良的老爷爷 他是一位擅长制作玩具的老爷爷 但他生活很寂寞,没有小孩陪着他 如果你能变成一个真诚的小男孩,他该有多好啊 夜晚来临,一位美丽的仙女出现了 他决定帮助老人实现他的愿望 老爷爷,你给这些小孩带来了很多欢笑 现在,我要帮你实现你的愿望,让你不再孤单 仙女点了点木偶 木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男孩 第二天,小木偶带着书包去上学 但半路上,他被一个戏团吸引了过去 哎,我真的好想去看戏哦 但是我也要去上学 算了,就去看一次戏吧 戏团老板很喜欢小木偶 便赏给了小木偶五枚金币 但回家的路上,小木偶遇到了狐狸和猫 哈哈哈哈,小家伙 我们可以帮你让这些金币变得更多哦 快点跟我们一起去上去的地方 只要你种下一个金币 就会长出一棵长满金币的树哦 真的吗?那太好了 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 幸好仙女及时出现,救了小木偶 小木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木偶觉得这一切太丢脸了 就开始撒谎 但没想到,说着说着 小木偶的鼻子竟然越来越长 小木偶吓得都哭出来了 我,我再也不说谎了 拜托你救救我 你要记得,诚实是最重要的 仙女将小木偶的鼻子恢复了正常 小木偶也承诺要做一个好孩子 但尽管小木偶承诺要变得更好 她又被诱惑去了欢乐国 这里是一个只允许玩耍的地方 不用工作也不用学习 最后,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驢子 不,我变成一只驢子 我不要变成驢子 我不要变成驢子 小木偶被坏人抓住 他们要将小木偶与其他驢子赶上船 准备去卖掉 但是小木偶不放弃 他努力地逃脱 噗咚,跌到了海里 突然,一只大鲸鱼出现了 小木偶被大鲸鱼吞到了肚子里 怎么办,这里好黑哦 诶,前面怎么亮亮的 爸爸,您怎么也在这里 我的小孩,我终于找到你了 在鲸鱼的肚子里 他们设计了一个逃脱的计划 爸爸,我想到了 鲸鱼感冒了,常常打分剃 当鲸鱼打分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趁机逃出去 小木偶算好时间 顺利地带着爸爸逃了出来 老爷爷和小木偶 在冰冷的海里游向前 老爷爷体力不支 小木偶不顾一切地拖着老爷爷 并且奋力地朝岸边游了过去 游到了岸边 小木偶也筋疲力尽地昏倒了 当小木偶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 看爸爸,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小孩了 我很骄傲啊,我的孩子 通过勇气和诚实 小木偶终于得到了他的心愿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孩 和他的爸爸一起幸福地生活 小木偶尽地昏倒了 小木偶尽地昏倒了 小木偶尽地昏倒了